哈哈哈哈 今天帶大家來到花那山 有些人說我去過巴拿山 不叫去遣港 待會我會在巴拿山 還要破山西加線 是四紀錄最長的纜車 今天是非常好的天氣 我果然是天氣波子 待會看到很美的景色 我們準備出發 坐纜車 Let's go 來到這裡還有很多錦鯉 有很多鮮顏色還有一條金色 二色錦鯉 現在我們要坐巴拿山的纜車 它好像一望無際通向山頂 看不到纜車會通向哪 我們衝出去了 很可惜的是 一架纜車最少10條一起坐 所以我們跟其他家庭一起坐 聽說這個纜車最少都要坐20分鐘 我們20分鐘全程都可以欣賞風景 而且很搞笑的是 它會準備嘔吐袋給你 即是說如果你真的暈 怕的時候你都可以準備好 向前逃向嘔吐 有一點感覺不太安全 你看後面的風景 是會向上向下 向上向下在嘔吐 無關之嘔吐袋 我想正正在這個山上會有很多涼的風 你會發現這裡坐的時候 就算太陽曬得好也不會覺得很熱 涼淡淡很舒服 我想上了幾分鐘左右 開始到山頂會感覺很耳鳴 即是你的耳朵會開始有些紋 塞住了不知道聽到什麼 坐了20分鐘車 嘩 坐完之後你看出去看不到地面 你看到外面是什麼 你看到外面是雲啊 我上了雲層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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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的行程真的非常趕急 只剩幾個小時 所以一到步就馬上跟導遊趕快去吃飯 嘩 其實我肚餓了很久了 上來巴拿馬山吃了自助餐 我發現這裡的自助餐 比之前珍珠島的自助餐豐富一點 它有一種好像英倫風的感覺 好像進去哈利波特的霍格華茲 吃一些越南自助餐 我覺得也有很多東西吃的 有蒙粉 越南春捲 米粉 燒蜆和燒蝦 還有炸田雞 在吃的時候我發現 它的蒙粉是碎了的 然後有一塊塊一處處 還沒煮開的 它只是吃環境 難怪芋頭的豬這麼瘦 拿東西吃的時候 竟然看到鱷魚豆 還有顏色超鮮艷的甜品 不過興趣不大 甜飽了肚子就快點出去玩 這裡還有按摩椅 讓大家走到累的時候鬆一鬆 有一個藍營 震得多舒服 第一竹 哇 世上最高的人 嘩 但是時間趕急 所以我跟CAMMAN冰分兩路 我就跑去排這個Alpine Coaster的高山滑車 這麼刺激的東西就交給我了 CAMMAN又四周走走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嘩好像很刺激 也很想玩 時間不夠 哇紅泡車大面鬥 好上座 我叫阿古獸 I a and a and a and a 唷 OQPOROGO OQ圖 O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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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開始餓了 當然要嘗試當地的街頭小吃 普通串燒沒什麼汁 蔬菜挺爽的 爽和甜 新鮮蔬菜 肉真的硬了 燒了太久 我看到韓國泡菜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多韓國人觀光 可能因為韓國Running Man在玩過 我剛剛排隊玩過山車 前面後面也是韓國人 比起韓國的泡菜來說不算很難 反而它的冰冰底 適合你曬很熱的時候可以介紹 試試越南冬甩 香港煎都變越南冬甩 試試咬一下 外脆內軟的 還要裡面出煙的 嘩 剛剛CAMMAN吃的月狗腸有蚊 這個應該沒有蚊 如果大家喜歡吃煎堆的話 應該會很喜歡吃這個冬甩 因為它是完全是原型的煎堆 看看餡是什麼 黃色的 嘩 出現了 是番薯 但是番薯很新鮮 番薯甜甜又夠軟又夠鹽 吃起來冬天吃是很棒的 我覺得是挺有特色的 可以試試嗎 今集暫時看到這裡 但花拿山之旅還未完 喜歡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為大家留意下集更精彩的旅程 看下去是一致雲